北京时间1月7日 2021-22赛季NBA常规赛激战正撼 在今天早些时候 胡人队官方正式宣布 球队已与斯坦利约翰逊续签了一份10天合同 在上一份10天短约合同中 斯坦利约翰逊为胡人出场5次 其中3次为先发 场均出场25.2分钟 能够得到6.8分2.8版1.4助攻一抢断 投篮命中率45.8% 值得一提的是 在斯坦利约翰逊为胡人队首发出场的三场比赛中 胡人队保持了全胜的战绩 分别是客场击败火箭队 主场击败开拓者队和森林狼队 对于胡人队能够重新签回斯坦利约翰逊 薪资专家Bobby Marks曾这样点评到 如果他在1月底和本周四分别签署了两份10天合同 和一份赛季剩余合同 那么他的薪水就和双向球员没有差别 胡人队选择和斯坦利约翰逊签订10天合同 主要是为了球队可以更加灵活的调整人员名单 值得一提的是 在此前接受采访的时候 胡人队主帅沃格尔曾不止一次表达过希望留下斯坦利约翰逊 他曾说到 我喜欢他的身体对抗 他不仅速度快 而且身体非常强壮 詹姆斯也曾这样夸奖过 他很快就能理解我们的体系 他为我们的侧翼位置带来了强硬度 同时还有防守端的硬度 希望他能强硬下去 这名25岁的年轻球员 在2015年首轮第八顺位被选中 生涯先后效力于活塞队 皮湖队 猛龙队 公牛队 未出场 胡人队 生涯迄今为止 斯坦利约翰逊一共出场376场比赛 其中首发80场 场均出场19.8分钟 能够得到6.2分3.1篮板 1.4助攻 根据赛程安排 斯坦利约翰逊最快将于明天胡人队主场对阵老鹰队的比赛中出场